那我今天就是來分享這個 那另外也是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在波昂的時候 德國的CR32這個計畫 他們是如何去針對這樣一個議題 做一個跨尺度 以及跨領域的一個合作模式這樣子 那我們先從一個overview來談起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所謂的地球科學系統 那這樣一個科學 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大氣中有不同的水輸入 或是能量輸入 那能量輸入我們剛剛就是說 太陽光我們會輸入那個短波輻射 或是短波輻射金融大氣 都轉變成為長波輻射 那水的話就不用講就是降雨 或是降雪 那這個降雨 我們先從降雨開始降氣 那降雨下來之後 它會浸透到地層之中 或是有的會被頁面所接流 甚至就是變成淨流 存留在那個地牢上面 那入腎流呢 它有的就會變成地下水 那以輻射這方面來說呢 就是我們除了有 就是輸入了輻射能之外 那也會有釋放出去輸射能 例如 那個 物體表面它會反射那個輸射能 那也會有那個 因為溫度的關係 會放出那個長波 那在有能量以及水的情況下 那當然我們第一會有植物的散發作用 那當然也有我們地表水的一個蒸發作用 那這個地表這個蒸發跟散發作用 因為它空出現在能量以及那個水的水的數目的數量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複雜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一個地球模型系統 它的一個運作結構 這是我們 group 他們建立了一個地球科學系統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有降雨 然後這邊是那個地面的風速 然後還有 增散發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在降水一直降下來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有那個水頭的變化 然後水那個水位就會開始上升 那沒有降水的地方 那因為增散發作用 所以導致水那個地下水的那個下降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系統 它可以在每天 他們會在每天就是作為一個預測動作 那他們也還在驗證 那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說這樣一個地球科學系統 已經被建立起來了 那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它有三個主要 它有一個很主要目的當然就是說我們要來預測水或是碳以及那個以及能量的一個交換它的風量 那第一當然就是說我們會做一個量測的動作 就量測說到底有多少的升散發或是它的那個輸入或是輸出的能量 那另外就是做一個建模的動作 就建模除了有最少 最小可能是我們瞭解一下它在很小圍度的時候它水的狀況 或是植物根它吸水的情況 然後大一點我們可能會用那個Large AD Covariant Simulation 就是說它這個是用Navius Torque防塵字去計算地表上面的氣流的流動 所以這是一個還蠻複雜 然後蠻佔那個電腦資源的一個模擬 那最終就是我們這個跨尺度 然後跨領域的這個地球科學系統 那我們有了量測資料之後 我們其實是可以經由一個資料同化的動作 然後來增強我們那個模擬的結果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也會因為不同的模型 它數值模型還有不同的那個空間上或是時間上的尺度 那我們也會做一些所謂的 Upward Downscaling 就是把動作這樣 那我們這一個 就我們這個計畫它主要針對烏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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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 那我們稍微提供一些我們這個邦的資料 因為這個流域是在我們這個邦 那我這個邦它就是它的那個精準度 它的面積其實是三十四萬天方公路 其實只有比台灣小一點點 那它的人口是少很多 它少了將近五百萬 然後但是它的整個地形的條件是 就是主要就是平原以及山丘 那最高公路只有八百多公尺 那我們這一個盧爾有益 他最後在這一個方的 不是說德國的最實點 還有稍微跨到一點荷蘭 荷蘭以及那個歷史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主要是由四間研究單位進行合作 有Judish那個研究中心 然後科隆大學 雅亨科技大學 還有國王大學 那我所在就是在這個國王大學 那裡面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利用衛星資料 那也有進行雷達波爾量測 那當然還有利用地表的 那個AD covariance的側站去做量測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高速電腦預算 那我們這個計畫他一共做了三個 做三期 那一期大概是四年 那我們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成立就是我們有很大一部份區 就是我們博士生在進行 然後也會配有就是專屬的秘書 去做一些行政動作 那這個PI就是只有那些professor 他們是主要的 主要的計畫執行的 那不同項也有不同項的執行 那PD就post down 那這是他的一個預算 那每一期再增加 那至於這個計畫裡面有做哪些量測呢 像這一個量測是主要是做 葉子裡面他那個如何把水吸上來 那這個在不同的時間他會有不同的水被吸上來 那個被釋放出來就做三大工作 那這個當然就是那個地電池的量測 那也是有曾經有計畫是拿用直升機去飛那個地質感度 去量大面積的地質 那還有當然這個比較有趣是他在一個較小的流域 也在路由的流域裡面 差不滿了那個土朗濕度的探針 然後來取得一個比較平均的 平均土朗濕度或是不同空間的土朗濕度分布 那更不用說就是像是利用飛機或是 微星做一個那個圖面那個辨識 那可能會看地表濕度或是那個直批狀況 那還有一些雷達波的探測 那這個建模這個我們剛剛有說 就是會有像是地表水植物呢 或是最後到我們這個我們地球科學系統的一個建立 那我看到說他在他的那個空間尺度 其實是會越來越是越來越大 因為這是有一些物質條件上的限制 這樣這個根部那我們一定是要在公分 甚至是mm等級去做分析 但是在這個地球科學系統 因為像是像是一般的那個大氣模型 它沒有辦法進行過於小尺度的一個分析 所以它的尺度像德國氣象局它用的模型 它最小尺度是2.8公里 那當然以地下水來說 我們可以做到50公尺是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你搭配這個 搭配這個整個地球科學系統 它可能是比較沒辦法配合 或是它所需要耗的那個電腦資源會比較多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資料統化 那我們有了很多的資料 例如像是氣象資料 或是我們有所謂的那個地面的那個水文資料 那我們這些水文資料就可以輸入到模型裡面 做一個資料統化 那來保持這個模型 它在做預測的時候 它可以比較準確一點 而不會過度發散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如果模型不做校正 那最後它模型過度發展之後 它就會不準 那現在一個世界區 或是我們那邊看到的趨勢就是說 會盡量做這個Data Assumation 例如像用什麼Cowman Builder 去做數學上的一個那個動作 然後去把它去把它做成功 那這個TR就是它 它還跟其他的單位有進行工作 那當然是說跟德國氣象局做一個模型上的改進 那或是說跟這個Torino做兩側上的合作 那這個Gilbert 它就是一個我們這個區域裡面 只得做焦慮訓練 因為我們有不同單位的人 然後會需要一個比較投關的訓練 那或是跟Uditch這個HPSC 單位去做那個高速電腦運算的合作 之類的 那當然也有國際上的合作 因為它我們會跟 跟丹麥的水資源中心做一個學術上的交流 那也會跟美國的那個氣象研究中心做這個Data Assumation的軟體 或是地表模式的軟體的合作 那當然也會跟像歐洲的那個太空計畫 他們有一些跟衛星相關的研究 那他們也會做類似的合作 那根本不用說像NASA 那我們常常使用NASA像Modis的衛星資料 那我們也會跟NASA做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建立一個所謂的地球科學系統 那首先我們會利用所謂的大氣循環模式去做大氣上面的一個計算 計算它的風速啊 或是大氣壓力、溫度等等 那地面模式它其實主要就是控制說 例如像是地面的水蒸發、散發 或是地表 有的時候有的會做地表進流的一個預估 那甚至是我們這個植物它如何去影響到地面 甚至是大氣 那這都是經由這個所有的地圓模式做計算 那另外就是地下水 那地下水我們主要是利用它的三維模擬去 可以模擬到它的三維行為 因為這個一般來說這個地面 地圓模式它是屬於一維的模型 那它沒有辦法模擬到就是 因為它如果再做三維的模擬 它會值得耗資源 所以一般我們會再用一個地面 那個地下水做三維模擬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跨不同的空間 甚至是時間、尺度的模型 那我們會需要一個外部的 有一個結合者 就是說它可以交換這些不同的資訊 然後再位給不同的model 那我們這個計畫 我們這個計畫的model 這個整個地球 地球系統模型 就叫Perasys Compete 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是 針對這個地面模式做一個改進 而這個地面模式也是裡面其中一個 造成蠻大不確定性的一個 好 那一個地球 一個地球 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到底需要多少的那個input呢 那當然第一個是說 我們大氣循環模式 它會需要用到那個邊界條件 那我們會利用整個地球為尺度的 大尺度的邊界條件來輸入到大氣模型裡面 才能讓大氣模型模擬比較小尺度的空氣流動 或是這些大氣型的 那有了這些所謂的氣象資料之後 那我們可以輸入到所謂的地表模式裡面 那但是問題這個地表模式裡面要的資料有非常多 像是它還需要你用什麼樣的直批狀況 那當然是說你的地形也是考量因素 那當然就是你的土壤的參數 那一般現在這些地表地面模式 它主要都是利用就是直接根據你有多少百分比的沙爾含量 或是連骨含量 那至於針對這個地下水模型 那它會用到的參數有更多 例如像是滲流量或是那個vangenton的參數 那我們就才有辦法去做不飽和的那個流動 那這邊稍微就介紹一點就是我們使用在地表模式 或是我們這個就是結合模式的一些事業 那我們首先要講說到底我們是如何建立一個模型 那我們建立一個模型它主要目的就是我們要來逼近這個真實世界 那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做預測或是分析的一些行為 那所以說我們就會有什麼地表模式 或是地下水模式 那在一個model裡面 那我們其實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你們要有一些所謂的重心改變 例如像最年代就是說 我們從地下水模型來說 例如像地下水模型 就會知道說 我們會很重要就是 我們要知道它的水平和狀況 那或是說在地表模式 就是我們會要同時考慮它能量守門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例如能量傳播的概念 去來做為一個模型裡面的東西概念 那在這個所謂的地表模式裡面 它比較具有說它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這些概念還會互相影響到對方 所以這個地表模式會變得蠻固的 好 那在我們有一些理論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就開始用這些概念 你才可以用上一些公式 就像我們會有這個 Painment and Peace Equation 去做增算法的計算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算出 多少數可以整法 那還有我們比較常用的 就像漫民公式 來計算地表的水流流數 那還有我們地下水 最喜歡用的這個 Recharge Equation 好 那 所以呢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一些參數 就像我們的這些滲流狀況 或是我們的不飽和流的參數 我們都會需要一些參數 甚至說我們植物的高度 那我們都好去量測 所以也就是說經由這些東西 我們才有辦法建立一個model 而在一個model裡面 其實最常出現不確定性的 其實主要就是它的公式 以及它的參數 所以一般大家也會比較主要 我們去找看哪些參數會造成 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有些東西影響比較小 例如像這個植物的高度 它影響可能還不如說 你的頁面的頁面基的大情況 那equation就不用講 那不只這個payment 可以計算那個增發量 那其實還有像什麼 Chris Taylor 或是我們用 Gimularity Theory這些東西 都可以來做增長發量的計算 但是它們的運作模式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所謂的地表模式 它一個中心質量 其實就是能量守門 以及質量守門 那能量守門就是我們做 就是有多少的熱輻射進來 你也有多少熱輻射出去 那剩下的熱輻射就會運用在地表模式 那水的話也不用講 有多少水進來 你也要有多少水出去 這個是必備的頁面 那在一個地表模式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主要的中心概念 例如像是我們計算它的多少熱輻射 有多少的所謂的熱通量 就是像增長發 或是顯熱或淺熱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的水溫的平衡狀態 那另外一個就是還有植物 有多少植物會被 植物會是地表上沒有辦法 被忽略不及的一個參數 可是問題是它並不是一個很完整的概念 例如我們水溫 我們可以說它有多少的水進來 有多少的水進去 可是對植物來說它其實就是一個植物在那裡 而這個植物要怎麼建立在碼頭裡面 我等一下我也再來解釋 那另外就是說 開始有人會假接不同的一些概念 因為像我們會加入碳循環 或是蛋循環 那計算說一個植物它能產生多少 它有多少的碳焦化 或是說它會使用掉多少的蛋 那甚至有人會把都市的消音 放到地上的什麼計算 因為我們現在也知道說熱島消 都市中有會有那種熱島效應 那像我知道在中研院 有一位研究員 他們就有做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那這個一個所謂的 這邊我就不會太細講 但是我會稍微講一下 那種植物在這些所謂中心概念 它扮演的那種角色 那你知道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講 就是說你的量進來 之後多少能量出去 有的是吸收了 有的是反射出去 但是如果接近到植物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整個反射 或是傳播路徑變得十分的複雜 所以說而且這個model 它其實是假設說 我們植物只有一薄薄的 只有一層的頁面 而你只有一層的頁面的時候 它就已經變得十分的複雜 像英國他們的 他們曾經有做一個model 他們把植物的頁面分成三層 也就是說你可以多計算一些這些 能量反射或折射的效率 可是他們是建議說 你最好不要量算 因為十分的耗資源 因為他們說他們只有做 還是只有做單層植物的反應工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 這個熱通量的一個計算 那熱通量其實它 它還蠻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有多少增散發 那有多少的那個 溫度那個能量被使用在 加熱物體表面 那我們會很需要用這個 那有多少能量進來 我們在用那個 之前的radiative transfer skin 去得到這個 總熱量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總熱量去 分佈到不同的 像這個淺熱、血熱 以及這個地底熱這樣 那也就是說 但是呢 一樣也是說 當我們牽扯到植物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 考慮到地面這個 我們還要考慮到 那個植物氣孔的散發 以及那個 葉面的那個 水的蒸發量 那這個淺熱也就是說 所謂的地表 地表加熱 那個表面加熱的狀況的時候 那地面除了考慮地面加熱 我們還有考慮植物的表面加熱 那這些東西搞得很複雜之後 那我們其實 我們目前的就是用這個 所謂的一個 電子概念來做這樣的計算 我就可以想要說 我們有多少的熱進來 那其實就是算是說 它有個總電流 那 針對所謂的前的 也就是真散發 它主要的控制變音是 那個濕度差 那針對這個 顯熱呢 它主要的控制變音是 它的溫度差 那也用這樣的差 以及總熱量的輸入 那我們可以模擬說 有多少的熱被分配到不同的 分配到不同的那個 熱通量的那個物理量裡面 那這個水紋的概念 我覺得我們大家比較熟 但是一樣 我們當然針對植物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到 有多少的水 那個土壤濕度是 因為那個植物 山巴作用 所以造成那個損失 那而且我們 我們當降雨下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考慮到 植物的解流方法 那也就是說 你土壤濕度會因為 植物的存在 而開始建立 但是我們也可能 因為植物的存在 也會造成 土壤濕度的增加 因為當你今天 只要植物沒有開始 做增山巴的分配 那你的土壤濕度 是更容易被植物給保存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很複雜的行為 我們必須要用 這樣子一個很複雜的 那現在就是說 那我們如何讓一個活生生的植物 在素質模型中具現化呢 那在一個素質模型之中 我們會利用所謂的氣孔導度 來計算說 你有多少的氣體的交換 或是它有多少的光合作用 導致它多少碳被銅化掉 或是說你有多少的水 經由根部被吸附上來 然後被散發掉 然後並且增加大氣的濕度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所謂的頁面基指數 來代表說你有多少的植物在地面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植物高度 那植物高度它其實會主要影響就是 空氣流動 就是說它會增加空氣阻力 就增加那個地面阻力 造成那個空氣流動的一些勞動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根部分布 也就是說我們用根部分布來代表 有多少根分布在土壤裡面 而這些根部分布會主要控制說 植物能感受到多少的土壤濕度 那還有說感受到有多少的水被增加 就是被吸附上去 那裡面就是經由各個那個研究 他們做他們會針對這些產物做你感受分析 那主要就是說這個氣孔導度 還有頁面基礎質 他們是裡面造成其中兩個最大的影響 那到底像我這邊先介紹說 到底什麼是頁面基礎質 那頁面基礎質它就是說 你在一定的定量的地表面積上 有多少面積的葉子 也就是說這個頁面積它可能最少會從頂到14 也就是說你的植物非常的濃密的時候 它會有到 例如每平方公尺的土地上 可能上面會有14平方公尺的葉子 就非常的容易 但是這個情況比較少 一般大概就是0到7之類的 那我們要怎麼取得這個頁面基指數 那一個就是我們直接量測 我們會利用就是所謂的訊號分析呢 就是直接量說你有多少的頁面基 在地面做人工量測 那以人工量測還有一種方法是 他們真的有人把葉子全部解下來 然後放到一台輸送袋裡面 然後利用機器去掃它的頁面基 那這個方法是我們組內有人真的實際使用過的 那我是覺得還蠻 這是最精準 但是因為這樣就是破壞一些資料 所以你量過一次之後 你就再量到下一次了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利用衛星質 那像Mobis他們都會提供這個頁面基指數 你就會知道上面有多少的這個阻改量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計算 或是利用參數化的方式 去計算說你有多少的葉子 那也就是做模擬植物型的 去計算可以生長多少的植物 生長多少的葉子 那另外就是說那種的是植物型的 那我知道這植物型其實是說它在頁面上會有 是沉堆的那個Gasel去組成 就是說它會控制有多少的口供大小 然後可以有多少的氣體交換 那目前從1976年Javis 提出第一個這個Stromart 這個植物系統導入至今 已經有超過30個這樣子的公式 那每一個公式它都有不同的一個假設 例如像Javi它主要就是說 這個植物會根據不同的 不同的氣候條件的開合這樣子 那有的它可能會利用水利導入 就是說你的葉子的葉面 它葉子也會有一個這個葉子的那個水利導入 那可能會說你這個水利導入差 可以就是它有多少的那個氣孔導入這樣子 那目前比較主要是說我們會利用 利用那個光合作用來做 就是來推估你的氣孔導入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比較常用的方法就是Javis Builder 它的主要是說它會其實它會量測一個所謂的最大那個氣孔導入 那這個氣孔導入在依據不同的環境狀況來進行折截 例如當你的光開始變少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氣孔導入就會開始下降 因為你的光不夠來的情況有作用 那另外就是溫度 你溫度要適當 例如一般會推估大概就10度 但我們也可以依據不同的狀況來推估 例如15度或25度 就是說就是最適宜溫度就是它氣孔導入最大的時候 那或是說你的你的濕度 那葉子跟那植物就是說你外面濕度越大 它才越願意行就是那個做氣質交換 另外就是像土壤濕路之類的 那另外就是說目前比較其中一個主流就是說 我們會利用光合作用反應 就是說當你光合作用越大的時候 你的植物氣孔導入它就會越大 然後這邊它其實就是 它這兩個方法它其實大得少 它只是不同在於說 第一個這個方法這個Bullberry Collapse這個方法 它是根據相對濕度來判別說你的植物氣孔要太多大 那這個Bullberry Reunion它其實是用比較傳統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一般認為濕度差才是影響到植物氣孔大小的阻力 所以它這邊還是用了所謂的濕度差 那再加上一個CO2的算是補充效益 就是conversation point去估說你的 你會因為頁面CO2的影響 導致你的氣孔開合度的大小 那這邊因為那個轉檔有點虛 但是主要是說這個發垮 它是在1980年起初這個光合作用造成的 CO2投化效率的速率 然後用這個數據去判別說你有多少CO2都被吸收 那你這樣用這樣一個方法去 知道說你才可以讓那個植物跟CO2做反應 那這樣子我們大氣中 就是我們才有辦法去把CO2的反應包含到所謂的整個地球科學系統裡面去做預估 所以到IPCC他們就是國際的這個能源變遷協會 他們才有辦法去做出就是你在不同CO2的情況下 那你怎麼會有這樣子一個不同的那個未來的趨勢 那另外一個就是植物裡面一個比較重要就是這個所謂的根部分度 那他們其實就是利用一個exponential的數學去做一個推估 就是說當你在土壤層那個越淺的時候你的根部分度是越多的 那當你的土壤深度越深的時候那你的根部分度是越少 然後來判斷說你有多少根部 但是問題這個植物根部的它的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挑戰就是說因為現在的地老模式 它主要它的土壤層都預估比較比較淺一點 所以導致它的根部的範圍就比較在比較淺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就這個環友人做一個敏感度分析 那分析說不同的就是說你這個根部分布可以影響到 決定說你植物如何感受到土壤的濕度 它會發現說你在用不同的根部分布的一個 說這種推估法你會發現說例如在沙拉帝 你不同的推估法它對土壤濕度敏感度會變化非常大 那這一個它就變成說你的土壤濕度小於0.05之後 它會急速的下降 也就是它的一個對濕度的敏感是非常之敏感的 那敏感到就是說就是說你只要一點點 你只要還有夠濕度它就會認為土壤夠濕 可是這可能不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那這個CLM它這個分數就會比較緩一點 你就會看到說它可能濕度降到0.12之後 在以沙地來做 那它現在開始感受到濕度的下降 然後再開始因為濕度下降而有對植物產生一些壓力 那造成它開始感覺到說這個已經越來越不濕了這樣子 那在不同的土壤條件下 它其實它的分部也會不太一樣 那現在其中一個也就是說比較主題的就是到這個C2做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還有一個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地下水加進去 因為地下水的多寡會直接影響到你有多少水可以蒸發或是散發 也就是說像我們知道說當地下水它越低的時候 它離地表越遠 那離地表越遠了 那你能攻擊地表的土壤似乎就會越少 所以導致它這邊的控制變因 會變成就是說即使你有足夠能源進來 因為你沒有水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蒸發或散發的工作 所以我們這邊都會叫它水限制區域 那這邊我們叫它能量限制區域 因為這邊的水已經是無限多 在地表水非常接近地電池 那地下水也很接近地面出口 所以它水很多 所以主要是說你如果今天能量不足 它才會有 它才會沒有辦法進行鎮發或散發的工作 所以我們都要練習區域 那在中間會有一個蠢性更重 也就是說在這邊地下水它可以經由 比如說例如像那個孔氣水的分布 集中一些水到一定的深度 讓地面有足夠的水去做蒸發或散發的工作 所以這邊有時候會有一個叫線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時候去看說我們有沒有抓到這個線性的關係 那這個地下水的這個模型 我們一般在我們這個地下水模型裡面 它主要會有兩個部分 那一個部分說我們會計算它的地表水 它地表水就是說我們會建立一個 用DEM建立一個地表的那個波度 用它的高度建立它的波度分布 那可以直接計算說你有多少水會聚集在某些格子 或是說流出整個系統或流出那個流域 所以它並不是 它是一個完全建立在 利用這樣子一個continuity equation去建立 建立它的那個水的殘留 所以像我們水的殘留高度是建立在說 有多少水會流出去呢 以及多少的降雨 還有多少的水滲流到地面那個地 那在這個puff裡面它主要是利用那個 曼寧公司去推估你地面水的水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地下水 就是用很多的recharge equation 也就是說我們考慮到我們的水 有多少的那個壓密水 它因為水流到變化四次 那還有說我們裡面水的變化 它有多少水的變化 那也就是說建立在說你有多少水的流出 還有多少水被蒸發散發或是入省 那這些我們都保存在這個行程 那它的流動呢 我們是建立在那個vangainton的那個 那個不飽和的那個曲線上 那個不飽和多項的 那我這邊就稍微介紹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結果 讓它看說那我們這樣一個 model 我們可以算是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會先介紹說 我們這樣一個地板模式 它可以計算出什麼東西 那它計算出結果怎麼樣 那因為我們這邊主要是針對四個site 就是這個那個觀測點 我們有四個觀測點 我們有四個觀測點 有不同的氣象觀測資料 有不同的那個熱銅量觀測資料 還有地面溫度 那我們就拿這四個site去做 直接做一個評估說 我們這個地面模式的結果 那我就會輸入我們剛剛做的那些 這個我剛剛介紹這些mark 還有我所謂的那個 那個頁面機指數的一些輸入方式 那這個model 它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是使用一些 我們是使用一個比較 就是general的參數 也就是說我們比較沒有去做 因為我們只要做 那我們可以根據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得到一些 比較正確的結果 那問題是我們一般來說 大氣模式 或者說這個地表模式 我們是計算比較general general case 所以我們也比較使用 general的參數去做評估這樣 那我這邊就秀一個 在那個草原的結果給大家看 因為草原是比較成熟的一個 成熟的結果 那因為大家有 因為這些 那個觀測點 常常建立在此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系統導入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Y軸就是它 系統導入的大小 那它的X軸 是它不同的物理參數 像是 那個總能量輸入 應該不是總能量輸入 就是它的總能量平衡 還有它的葉子 葉面溫度 還有那個大氣勢路比差 那我跟他說 就是當你的 你的那個總能 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 它的那個 它會開始飽盒 因為植物它需要 進行共和作的那個 那個能量大概就是 它超過100之後 它又會開始 去進行飽盒 不需要 你知道嗎 這比如會因為說 你今天飾入的 那個光越多 它其實 它就有辦法 進行更大的光子 就用 這也標準我們 一般物理上的回復 那但是 當你的能量很高的時候 其實你的溫度 也會相對提高 那在這樣的一個 我們用 所謂的BBC的一個 模式下 運算出來 發現說 它對那個 溫度的變化 比較劇烈一點 所以說它 溫度變高 那植物比較 也比較瘦掉 所以我看到 它的那個 溫度也開始 微微往下掉 就是 往上 往上跑之後 它植物氣孔 也會傾向 稍微關起來 因為太熱了 那個植物沒看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那個 當你濕度差 越高的時候 那它就會 開始關閉起來 但是也就比較 符合我們 對植物 植物氣孔的一個 假說 假設這樣 那在這個 所謂的傳統 這個模式下 那它比較有個狀況 就是說 它對不同的氣季 的季節 就是不同 顏色不同的季節 那它的反應也比較不一樣 它的反應也比較不一樣 那它的反應也比較一致 就是它的季節的效應 沒有前 另外兩個模式的那麼強烈 那另外就是說 那頁面的情況 看起來到底是怎樣 那這個是一個 每個月平均的頁面指數 我們有 衛星得到的資料 那我對一個區域 我們會對 我會留意 做一個 它的數學上的補助分析 那我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頁面指數 大概是比較偏 偏低一點點的 那這個灰色的是 就是一般的 是我們地面兩側到的資料 那我可以看到說 這個 這個資料 還有這個 紅色是我們 補女出來的 我看到它非常不一樣 那也是我們這個 LAI的一個 比較強大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地點 就是說 不同的時間 我們量出來的 那個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種 LAI它其實還蠻重 就是說 你不同的時間 空間 它的 它的質跟量 那另外這個就是 我們一般 所謂的 潛熱它的結果 那潛熱就是 我們所謂一般講的 增加發 那我們可以 這個黑色是 一般的 就是我們的 觀測到的量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但是這個 紅色這個夾子 就是我們所謂的 傳統這個 模式 它其實算突然 它沒有比 它的質量 一直都比較 它比較大一點 就是比 在我們這個model裡面 它算出來比 另外兩個 利用光頭作用它算得比較大 所以它一直都會 它比較接近 這個觀測器 那另外 所以說 我們這邊看起來 它是比較 它是比較接近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可能也可以利用 就是它 我們改良 就是它們的參數 因為它不是只有統治 還有參數 那我們也可以提升 就是所謂這種 利用光頭作用的 系統 導入公式 讓它集中它的主權 那我們這邊 這邊講說 那這個 在這個model裡面 到底誰的影響最大 那當我們改變掉 這個植物的公式 或是它的一些 這個植物的公式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它改變最大的 其實是它的這個 散發行為 所以就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們 還有這個 能量分布的 情況要考慮 所以當你的植物的散發 使用到更多能量進行散發 的動作的時候 那其實你會導致你 你地面的 的蒸發它會減少 因為你其實更多能量是 讓植物去做散發動作 那因為 淺熱跟鹹熱 它們兩個是 它們兩個也是 會進行這個能量的競爭 所以說當我們的JS這個 公式它使用更多能量 在淺熱使用更多能量的時候 它在鹹熱的時候 它的能量使用就會比較少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一直會有一個 高估的狀況 那在我們這個 結果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分析 我們看到 那主要也是 因為在夜晚的時候 這個 主要它 它那個夜晚的時候 我們的 淺熱它被高估了 所以導致說 它最後在整個月平均的時候 它的整個總量是被高估的 那我們看到說 我們可能在 夜晚的時候 這個淺熱的反應是比較正常 因為 那個 空氣的 空氣會比較軟一點 然後 夜市會比較冷一點 所以導致它的淺熱會 它的顯熱會比較 就是 流 流 往夜面去集中 但是問題是地表 它因為這邊 孤起來 它的地表是 更 更 更 就是說 比空氣還要更熱 所以導致說 那個地表的溫度 一直傳播到空氣 那可能跟我們 實際上一些狀況 有一點 不太一樣 所以說 我們這邊還是很需要一些 去知道說 到底我們這個 那個 顯熱的 那個 塑料 可以去做 那另外就是 我們去看它的 這個 就是它的 乾濕 的分布 是不是 比較正 就是說 到底這樣才是正確的 就是說 像這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JS-type 它會比較 它是比較偏濕的狀況 那這樣子也跟它 我們就是 量測到的行為 也是比較接近的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 一個狀況的基本 就是說 我們如何使用 這個 VV-type 就是說這種 光合作用的 結果 那它可能 導致的 的 乾濕 乾濕分布 會比較偏乾 所以我們要比較注意 那另外就是說 在使用地表模式 在做 土壤 濕度 要注意 因為它的 土壤 濕度的 推過 它的 那個 那個 地下水流動 是非常簡化 而且它不僅只有 地圓 那它也非常簡化 所以它的那個 變化度其實是非常小的 甚至跟整個 我們量測到值 是差蠻多的 那當然我們量測的時候 也會有些問題 因為像這個時候是 在乳爾河流域那邊 這邊是 曾經結冰過 所以它一結冰 就導致它整個 遺棄出狀況 所以導致我們說 怎麼突然 在冬天的時候 它的土壤水 含量 瞬間下降 那麼多 那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兩次的問題 但是一般來說 至少 這個地板 不是可以抓到 土壤水 對那個 就是 降雨的一個 反應 所以這個 就是土壤水上升 或下降 反應起來 還是算是有花花 那 我們到底要怎樣知道說 誰算對 誰算錯 那 如果算是比較對 那我會用一個 所謂的 那個 算是 那什麼 index of agreement 那種 同意參數 就算說我們這個量測 我們計算出來值 離量測到何遠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進入這個 其實整個 model 不管改變哪一個 支援的公司 那它對 總能量 或是 地表熱的狀況 那它對改變量很大 但是它對潛熱或潛熱的反應 會比較大 那這樣我們可以談到說 喔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那這個 我們所謂的 傳統的氣象 推估法 那它的 結果會比較 比較接近 你們的養廁 那另外一邊講一點 我們就是 我們後來 當然我們不是只有看地表模式 我們看地下水 那也有學者提出說 我們做地下水的 我們也應該要把這個 地面模式加進去 因為這樣才能 有一個比較正確 甚至比較一個精密的分析 分析說 我們有多少地面 地面的這些水被帶走 那我也用一樣的 就是這些不同的方式 去做分析 然後 然後 對整個乳爾河流域 做一個分析 那這個是一個 乳爾河流域的計算機 我先看最前面 這是一個二維的地下水分布 我們跟他說 如果在我們這個最傳統的模式 這不是最傳統的 就是我們利用光河所有 還有Modis的衛星資料 計算結果下 我們會看到它的地下水分布 是比較淺一點的 那它會集中在可能 一公尺到兩公尺之間 那你在山區 它的地下水會比較深 那但是我們 當我們改變了這些 不管是氣孔導入或是 液面積極度 我們會看到它的 它的那個 潛熱也就是所謂增長巴 也會更強烈 也會導致說 它的地下水深度會越來越高 那當我們 最強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的地下水深度可以差到兩公尺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使用的公式 它的正確度 可以導致我們地下水 它不只差兩公尺 它在山區下面 可能差到十公尺的這麼深 所以就是導致說 我們在考慮這個 正山巴的時候 它的進度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這個正山巴 它到底是怎麼 經由植物理想到地上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說 那個根部分布嘛 就是它會探測到說 地表底下的水 它的分布狀況 來決定植物 承受多大的排氣壓力 那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在比較不適的情況下 那植物會覺得說 那這個 你不管地下水深 因為它不保護沉的 那個水含量很算可以充足 所以它並沒有感覺到特定的壓力 那但是在 你有強烈的正山巴行為的時候 植物就會 因為它就會把 那個不保護河層的水 就是把它就蒸發掉 或者散發掉 所以它就開始感覺到 不保護河層裡面的 的那個 環境壓力 那我們就討論 最濕跟最乾的情況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是看到說 我們一直在追尋 所謂的 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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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明顯的 展現在追 所以說 我剛剛要說 在這邊 主要就是說 你的水非常濕 所以你的正山巴 就會比較強烈 那它也會比較受到 那個 能量攻擊的影響 那這邊 因為你的水不足 所以 你再怎麼樣有 能量 那它可能會導致它的 正山巴行為 會比較 所以 我們就直接看說 那最後這個正山巴行為 會變成乾 那 我們看到說 我們就直接先看最乾的 那 最乾的情況下 那 我跟他說 在這一區 你不管是哪一種植物 那 在 在這一區 它的 它的正山巴 就是比較強烈 那 在 所謂的 就是被 就是 地板水 比 地面比較遠的狀況下 我發現說 那它的正山巴行為 是比較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那 在中間 因為 我們這個 地下室 它 它 它 經由這個 孔氣水的那個 分布 它可以提供更多水 進行正山巴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 那個 洩心 關係 可是 當我們 這個 地表水狀況 在我們 非常濕的情況下 因為植物感受不到 任何的壓力 所以我們這個行為 它其實主要是 反應 地面 蒸發的一個 狀況 也就是說 當我們 水越遠的時候 這個地面 它其實是 它就是 沒有多少 很大的狀況 好 那 這邊一個 小小頭 就是說 我們這個植物 它是怎麼影響到我們 不管是這個熱燥量 還是水溫 狀況 那 以 在整個 所謂的 植物 這個概念 以下 它其實主要是經由 所謂的 一個 綜合 反應就是說 這個 我們 除了計算 我們計算出 那個 氣孔導圖 跟 我們得到這個 頁面積 知識之後 我們會 其實我們會主要在計算 它的一個 那個 算是 夜貫層的 總體反應 而這個總體反應 才會真實反應出 我們真的有多少水被增散發掉 而這個增散發的行為 最會同時影響到 不管是水溫方面的 那個 蒸發 地面蒸發 或是這種增散發的行為 或是 減少它的那個 地表的那個 土壤濕度 那或是說 會導致整個 地面的那個 熱平衡的 改變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 最後這個 這個 地面水 那個 那個土壤濕度 它會再影響到 我們所謂的 這個 土壤濕度 現在就是說 植物有的感受到 那個 那個土壤濕度 那這樣子才有辦法做一個 然後它再去影響到 我們的 那個 我們的 那個 植物 那到底我們 土木 或是我們做水保 我們到底可以 應用這樣子 一個地球系統 那當然 第一次說 我們其實 對整個 植物跟 地面 就是地下水的 防禦我們 其實是比較了解 因為他們有的 他們做植物 他們只關心植物 那有的他做 那個 大器 他只關心大器 那我們其實 借待在中間 我們不要有辦法做這個 因為我們說 欸 那個植物根部 那你這樣子 你的那個 這樣子一個 假說 你猜2.58公尺的 一個圖欄生物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有比較多的一些量測資料 例如 我們可能會利用來西密測去做 去量說 我們有多少的 那個圖欄式電話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驗證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既然有地下水的模型 可以做三個地下水的運算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一起 可以是可以來做 就是像我們定過 我們定過分析 那甚至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整個地球系統 就是我們可以計算大器 或計算地表的狀況 那這樣子我們可能還可以利用一些 例如 像地表 一個地表 把沖刷的這些反應把它加進去裡面 做一個推估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樣一個 例如像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 我們會不會 地表的那個改變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但是我們如何去改變 或是反那個影響到這個地 我們那個邊坡穩定的方法 那這樣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